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棋手应该说现在联赛是同一个队的 应该说比较熟悉 那么吴俊强的发挥也非常不错 那么这一次挺进了四强 应该说在他跟人赛的争担当中也是首度闯进四强 吴俊强直红先走 这是曼琪的第二盘 第一盘棋双方击战成合 对 双方击战成合 冰三级一 左三级一 红方走炮八进四 五八炮的阵型 黑方走马上进三 一般来讲红方这个棋是出居比较多一些 那黑方有炮八进四 还有相机进五等等都可以 那邓维同呢 大家也都比较对他比较了解了 最近的这个势头呢还是不错的 面对队友啊 他还是选择了 这个炮八平九的这个走法 这就形成了这个中炮 也就是五八炮进三平 对平马三不虎的这一路变化 这一路变化呢 就是黑方呢 走了一个炮热进二 应该说呢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走法 然后红方马八进七 黑方局一平二 红方局一平二 这个炮热进二呢 最早呢 是由这个河北队的这个 严文青老师呢 这个研究出来的 他最早呢 是给他们的 这个女子队员呢 这个指导过 对 应该是在08年个人赛的时候 在女子赛场当中呢 这个女子选手先采用 对 然后大家呢 回去仔细这一研究呢 感觉黑方这炮热进二 确实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这个严老师这个创造力呢 还是很不错的 他的意图呢 也比较直观 他就通过这个对足呢 对 这时候该红方了 该红方 红方先去马进四 然后黑方再做棋 对 然后这时候红方也是继续对兵 这儿呢 就是双方呢 在沿河一带呢 形成了这个典型的四兵见面 所谓四兵见面呢 就是三七兵 双方全都是有了这个直接的这个接触 那这个棋呢 正好黑方呢 要先把红方欺兵拱掉 因为这个不能让他拱过去 他拱过去是个先手 吃掉 然后黑方再把这个组拱掉 等于黑方呢 通过这个巡航炮呢 这个对兵的这个计划呢 顺利呢 把这个七族呢 解决了 这儿黑方呢 这个马呢 也都比较灵活了 这个呢 是有待于呢 进一步审定的 这个终局的局面 以往呢 就是双方也出现的比较多 对 就是这个对局中 一般红方都是多走 居于进一 然后他向三进五 不会少 对 如果你居于平四 来捉他 他就居八进四 但是呢 这里呢 红方还有马进八 比较复杂 就是保留这个 这个缠绕性 当然黑方再不是 双方呢 就这个棋呢 另有攻守 总体来讲呢 黑方阵型的比较稳固呢 如果硬的呢 没有问题的话呢 应该说这个棋 也完全可以争得这个军事 这种变化 双方可能就战斗比较激烈了 但是伍俊强呢 可能他当时呢 心里呢 也有些矛盾 可能这变化走得太多 他希望走一个 更新颖的一些招法 对 另外呢 这个伍俊强呢 从那个后面的 对于当中来看呢 因为他对郑维彤 应该说比较了解 对 这个伍俊强呢 本身他是河南 河南开封的 河南的这个选手 那河南后来没有队了呢 伍俊强呢 就等于是 这个注册到了这个成都队 也就是现在大家 通常所说的这个四川队 跟郑维彤呢 已经做了两年的这个队友了 一起打这个象甲 应该说非常熟悉 所以他呢 也很了解郑维彤 也想呢 尽可能呢 稳住自己的阵脚 因为这两盘半棋 如果都打平的话呢 双方将进入这个 加赛快起的这个阶段 那么快起了 那可能 是不是自己的 这个机会的更多一些 因为这个单淘汰的比赛 两个人 狭路相逢 只能上一个 对 那么骑手的这个策略呢 也很重要 因为你要了解对手 针对对手的情况 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选择一套 这一系列的这个打法 那洪方选择就局平二 他先想稳健 这个棋呢 肯定是 黑方呢 压力就比较小了 黑方飞向 嗯 红方呢 顶一下这个马 黑方这个马呢 也只能再回撤 但这个局部回撤呢 红方也没有什么 绝对的好的办法 就是像张老师 这个局面 好像双方都没有棋 对 然后但是又 感觉又不知道走什么 这个这种布阵就是很难下了 嗯 就是有什么 有什么方向感吗 就这个棋 这种棋呢 就是说总体来看呢 啊 双方的暂时呢 都没有明显的这个攻势 对 但是这个到底该怎么调整阵型 呃 作为红方来讲呢 应该说呢 就是目前呢 就是说想控制住这个局面 也比较难 啊 因为黑方子力都活了啊 而且他的阵型呢 也是比较公正 双方的子力都很活跃 对 所以说红方呢 这个棋呢 也只能说先啊 啊 这个 见机形势吧 红方应该加强 自己子力的这个出动 比如现在走马尔进三 或者马七进六 将来再走马尔进三 看一下黑方怎么走 黑方可能要走炮尔平四 你要是局势平三 他去二进五 反迁你 对 你马进了炮尔平四 那红方可以 再走马尔进三 就是总之的红方 见机形势 对 红方呢 这个棋呢 就是应该呢 这个还是要先出动大子 因为你这个时候想去进攻 暂时也没有路 那么武俊强呢 这个时候 他可能对这个棋事先呢 准备的不是很充足 他可能觉得这个棋 比较稳妥 走好了 能够立于不败 对 双方现在也没有短兵相接 对 很平稳的一个棋 然后呢 他就走了一个炮武平三 这招棋呢 就说 我估计 事后 这个总结呢 吴俊强会比较后悔 因为这招棋走完了以后啊 盘面来看 黑方呢 反而出于主动了 所以说 红方这个棋呢 有一点呢 这个背部的感觉 因为这个单淘汰的这个比赛啊 你特别是当你这个对手 比较厉害的话 对 你棋一出下方啊 你的心情也会比较紧张 压力很大 对 然后你压力大 时间这几 就难免的出一些错误 所以这个炮武平三呢 并非当务之急 因为你炮武平四走不上 明显黑方要马进吧 对 所以说吴俊强这个炮武平三呢 这种打法 这种方向呢 是错误的 所以它导致了后边 非常的这个吃紧 最后终于在对方这个 这个紧逼下呢 出现了这个失误 就这一步棋导致后面就 骑落入下风 对 红方这个棋 还是应该走马进六 或者马上进三都可以 那他发现人家这么一走 你要是顶的话 他就有足武进一 以后炮武平八 对 炮武平八还是先手 那么红方这炮武平一也打不上了 所以红方呢 就选择了居四平一 你看他这步棋 没有作用 对 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他想炮三均四 但是人家不会让他这么 对啊 所以说这招棋呢 走的呢 就是很难实现的这个好棋 对 也不知道这个 如果能浸泡压住马 那这个红方局面就占很大优势 对啊 黑方呢 这个时候也可以简洁的 把冰冰先吃掉 先囤积物质 那么黑方呢 走的也不错 他走居二级一 然后准备把这个居呢 调过来 对红方的右翼呢 施加一些压力 是啊 红方 这赶紧补齐的还是 嗯 他是怎么走 实战他是这个 又平居过来捉马 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也是 有一点道理吧 他现在盯马 这时候你还是按刚才 实战这样冲冰 他现在再居二平班 他就是为了你掌一步居 反而你这个居炮没有根了 嗯 他可能这种想法 那张老师就是 如果从这个局面来讲 您觉得他这个想法 还是挺好的吧 是不是挺吸引的这种 是这样 就说呀 这个棋呢 就是看着红方这种走法呀 嗯 应该说不实为一种 啊 比较这个 呃 高难度的这个 技巧啊 就说他的从战术上 运用来看呢 他是有一定技巧 和有一定想法的 是 但是总体给人家 第一感觉呢 就是红方这个居啊 走来走去啊 他比较 累 好 就说的这个 另外呢 就是他没有得到 很实在的东西 就走了半天 那可能还不如 赶紧先补一下棋 但是这个棋呢 就说从局部上来看呢 他走的也算可以 对 因为他延缓一下 黑方这个居二平息的 这个危险啊 是 但是他也没有找到 特别好的旗 因为黑方居二平息以后 他感觉这个右翼啊 就是马尔基三没跳 导致了很多这个后遗症 对 这个二路马 就是现在位置 那我们看 郑贵同 在这个平稳的局面下 他怎么去调整 对 他先炮 九平八 打一下马 红方只能马尔基因 然后黑方居二平息 调过来 等于黑方呢 用这么一个小的过门呢 依然把二路居调过来 对 那么红方又觉得这个不能换 这个炮完 这个阵型部队了 这个右翼太空了 退一步 退一步是正确的 那黑方呢 炮二平三 黑方也致用于成功的这个解脱这个牵制 对 红方向七进五 他先去八零六 先平 他这个三路炮有点问题 他把他捉的 捉的只是多了一个灯 对 他实际上也是先掌距捉了一下 然后红方这跳马 就是这个棋啊 到目前为止呢 双方还都是非常平稳的这么一个局面 就是黑方呢 暂时呢 也不好发力 但是黑方呢 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局面 就是说红方这个棋呢 这个右翼啊 由这个编码啊 有一点呆板 另外呢 这个阵型呢 也没有补好 红方的子力有点分散 对 所以说就是黑方呢 是比较主动的 这个棋 他实际上他是先走马法进九 对 他先获取一个变兵 红方不下 但这个棋呢 就是比较平稳 平稳当中呢 这个蕴藏的这个深意 往往是平淡的局面中呢 对 这也挺较量功利的 对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呢 接下来就是最好的招 应该走居其平有 平居 他继续呢 对红方子力构成牵制 将来有机会再拱 因为这个棋 红方的炮呢 就过不来了 如果你过来黑方 马修进七 这是一个杀棋 中兵丢了 一步式 对 然后马修进七二 这红方呢 在物质上呢 它的损失就很大了 对 那平居是一个防备红方 对 这个就是细致的一个地方 那张维同呢 这个临场当中呢 他也没有走出来 就当红方下棋警务以后 黑方应该举起平了 他走到足九进一 这个棋子又给红方呢 一个松了这口气的这种感觉 红方这个炮掉过来了 相对来讲 它就安全了 因为它这个七路炮啊 它两个炮 对你这个马炮呢 形成了一个互相牵制 这个马以后也能动 对 然后这个七路炮 那个不会受到受攻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局呢 就有的时候 这个看起来足九进也是不错 但是它先平一下局 让红方这个棋就会更难受 这行棋次局还是挺重要的 现在黑方再平局了 但是 那红方就不是 稍微晚了这一点点 那黑方再补一首事 黑方也把自己的阵型的巩固 这儿等于黑方呢 就是多了一个足呢 就是我呢 有跟你继续练下去的这个资本 对 那看你呢 怎么去防守 所以说这个棋呢 也对红方有不小的这个考验 虽然不是攻杀的棋 但是也很较量 对 这个棋呢 我在学习这个队鱼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时候 红方可以考虑做马一进三 同时给对方留一个小的圈套 看看黑方上不上当 那到底黑方 下面走什么好呢 那稍后呢 我们将继续呢 为大家介绍后面的这个实战找法 这个棋呢 就是马一进三以后呢 黑方呢 如果走居六进三的话 就白走了 红方正好有一个抛弃箭的限制 如果你居六平五 红方会有一个马八退六 这黑 这黑居很危险 对 所以说呢 这个棋黑方呢 不能这么走 进居看似是好棋 但是不能走 所以他不怕对方进居捉 那黑方会平居捉 那红方可以马再回来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呢 尽管落后一点呢 黑方想扩大优势呢 也是比较有难度的 但实战当中呢 黑方没有这么走 就等于是鞠搁在这个时候 对 红方这个时候呢 他走的是居六进一 选择居六进一了 对 然后黑方居六平五 把中足保住 对 红方接下来马八退六 红方这几步就是想要把这个七路线给打开 对 这个时候呢 黑方呢 最严厉的应该走马九进七 对红方的压力会比较大 准备七项嘛 你蹬了我就飞掉你 飞了 那把相吃了呢 相吃了我就把你中兵蹬掉 这儿的黑方呢 我就强行多两个足 反正我这个鞠呢 拉着你这个鞠双炮 你鞠双炮 我就马虎居四 你又不能长车我马 对 所以说这个棋发展下去呢 黑方还是比较有利的 可能这个七路炮还是不太好动 黑方呢就是强硬的手段 应该就是走马九进七 这儿给红方求和呢 还是制造了相当的难度 对 而实战当中呢 这个郑文通走炮三击二 这有点软了 等于也给红方这个透通的机会了 红方马来进入一灯 这个时候黑方呢 就是过足 他足九集 对 这个地方啊 这个红方就是当时呢 我看走的还是显得有一点 从心理上有一点失落 实际红方呢 他可以很大胆走兵目行 因为当时啊 我想可能红方老感觉 这个子力都处在黑方的这个 这个炮也不能动 这个 实际上这个棋 感觉有危险 一点事都没有 是 下部他有G6圈 炮7圈 有这些调整的手段 这个中兵也很大 假设黑方炮3平5 红方就可以换掉这个马 那也只能打 对 我炮就退两步 退四步都可以 你G5平3 我就换掉你 炮进3换了你 对 对 你坚我的电鞠 你吃炮 你G3平3吃炮 我就马一进3 这个马 我可以蹬出去 这一路马蹬出去 大家看啊 就是你什么时候坚 我就什么时候电鞠 这点并不可看 我还有马三进四来赶你这个炮 所以说这个棋呢 红方就可以如愿的达成和起 这二双方就 进入加赛快骑的这个环节了 对 所以说红方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不应该失弱 走逼母级呢 这个棋呢 一点也不吃亏 他可能对这个棋路线太担心了 想要尽快解脱 他呢实际上走G6圈2了 对 就是稍有点失弱 但是棋呢 还没事 是 那黑方这个棋 黑方也只能换掉 吃掉 黑方跳马 嗯 红方推炮 这G不能动 动这个G5平3桌霜 对对 就是刚才我们少讲了一个 就是他马就进去的时候 红方可能只能G6平5 吃中冰 哦 那黑方呢 就是可以马骑队伍在吃兵 黑方可以保持这个多一个族的残局 哦 对 那这个棋呢 应该说啊 真是奔着和棋的方向去了 嗯 呃 这个棋红方 黑方也没什么办法啊 他马就进棋了吧 对 他马就进棋跳马 嗯 红方这个时候 冰武级啊 走的还是可以的 这还挺及时 嗯 冰武级 就已经吃掉 这个时候 这招棋红方没有跟上 应该 那红方应该马一进三登 这些红方也不差 因为下部棋可以炮击瓶把他打掉 对 而实践当中呢 红方这个G7平3呀 走的有点假 对 他可能以为这样简化 可能能 也能和起 但是在细微的地方呢 张维同确实呢 有他的过人之处 对 就是在这个局面 你看起来非常简化的情况下呢 黑方呢 硬是呢 这个杀出一条血路 让红方呢 这个求和不得 这个也体现出 张维同呢 这个确实呢 这个这两年的精深 的功力呢 又是进了这一步 对 他走G5级 就是说张维同这棋很细 就是让他抓住了一点蛛丝把气呢 他就不给你喝 对 从这个中局的 这个很细微的支出较量 现在转到残局阶段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就金一走呢 红方无论如何呢 还是应该走 先滚个边兵 对 先滚个边兵比较好 实战上 他是G1级4 先跟住这个黑马了 跟马 然后背方下地炮 对 跟马也行 这招棋也没关系 就这个地方 平 红方仍然应该走平就行 冲边兵 就说这个棋啊 红方已经到了这个生死关头了 看起这个局面啊 很平稳 但是这个兵如果让对方吃掉 或者说让黑方进一步拓展攻势的话呢 红方呢 这个防御起来将很吃力 所以说走拱边兵呢 可能是当前最好的走法 对 如果你进马 红方呢就可以退居 黑方 退炮 红方这个棋也没办法 只能去赶快捉这个马 把他们这个马逼进来 鞠二平四 再盯着他 就是差肯定要差一点 对 他鞠五平二 然后这个时候黑方走前炮平六 炮七平六 前面这炮平 黑方肯定要摆头炮 这个都挡不住 就是再回来 对 红方把这个炮再退回来 两个炮来防守 对 这个棋呢就是说 形势呢 肯定是要差 是要差一点 但是可能呢 还不至于呢 马上崩溃 因为你将我炮这平六 正好能垫住 我后后打着你 对 你来不及G2G2去捉我 对 而且现在 没有物质力量 对 所以说黑方呢 想进一步拓展 优势呢 也比较困难 对 所以说红方应该及时的呢 把这个子力啊 回射 把这个位置呢 走到防守的最佳的位置 给黑方呢 迎起呢 制造难度 而实战当中呢 就这个地方啊 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实战当中呢 对 他没有攻边兵 对 他走了一个炮击瓶酒 对 他这个棋也是意图想尽快消灭这个黑方的边兵 对 他想瞄住他 将来何时时把他打掉 但这个棋呢 就是 黑方呢 就通过这个巧妙的孕子啊 他就让你把这兵吃了 但是他这个狙马炮呢 等于是强检人 对 炮在家里可能防守更安全一些 对 一打出去后 反而就是 就没法防守了 那后来 黑方马武进寺 对 就是强行扑路 对 这个棋等于是 马斯进武登陆这个巷呢 红方这个狙呢 他只能够退狙 是吧 对 他实战当中就 怎么捉了几下 他刚才捉了几下 对 现在不敢捉了 现在捉马斯进武了 这是跳马江 对 他回来 对 只能够退局来捉 那黑方这个炮呢 就可以 炮就退三 来打这个冰冰 对 这点好像真是不太好下了 这要打出去以后 只有平一一吃啊 随便炮就平五 这个巨马炮 这个三子归边 所以说这个 各位企友啊 这个 对 象棋啊 这个很难的地方就是 你看这个棋啊 不少子 你觉得这个棋 基本上能合了 对 但是呢 你再仔细一看呢 你跟高手下的时候呢 就是费了九六二五之力啊 还是合不了 嗯 这个呢 就是让这个 这个棋手分出层次的一地方 就是细微的地方呢 见到真功 对形式的这种判断 啊 以及这个手段的这个构成 啊 那么这个本次比赛呢 那么这个本次比赛呢 这盘棋呢 也是四金二的一个关键之战 对 就是双方在第一盘棋呢 这个打成了核棋 就两盘棋呢 是如果能分中胜负 那么谁就进入这个决赛的啊 争夺冠军的这个资格了 取得了 那么武俊强呢 可能面对这个郑维童呢 心里还是有些压力 对 没有完全的这个放下包袱 嗯 嗯 其实第一盘棋的时候 武俊强他直后首席 形势一度也是很不错的 是 然后还是可能对小郑来讲 他司令 尤其是个人赛的这个半决赛 那压力肯定很大 对 嗯 本次大赛呢 是在这个 湖南这个长沙市 这个望城区呢 这个进行的 由这个 湖南天龙制药呢 这个独家冠名啊 2015年的这个 天龙力行杯呢 应该说也给大家 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 组委会呢 这个周到细心的安排 以及这个硬件设施也非常好 对 还有给我们发的力行牌 是这个 封精油 对 提醒神脑 对 就这两年的比赛 这个赛场环境都不错 这个大厅啊 都非常贺令 对 也有助于棋手呢 这个一个空间比较大 能够比较全身心的 这个投入这个战斗 那么最终呢 这个郑维彤呢 还是体验出了 这个技高一筹 对 这个局面下 他很冷静 这个其实 红方不好走了 对 他也就 G2-4 这个G老低着 不参加战斗也不行 他走G2-4 黑方就 马斯基3 跳马 这样去走的很实惠 因为你马斯基6的话呢 也是优势 但是他可以G2-4跟上你 对 你暂时呢 还不好扩展 你一吃兵 他有可能炮就几乎打出去 对 你底下僵呢 他有炮7-4的棋 暂时还没有 对 所以他马斯基3呢 应该说郑维彤呢 也是算准呢 这个棋呢 他这个可以的占到这个优势 红方也就把兵打出去 这个棋打兵呢 应该说是速溃 对 他相对来讲呢 可能走炮9平7呢 就是说的 可能能够坚持的部署多一点 对 不过这个物质力量丢了 也没办法 这个棋它G5平1 这个棋它也比较麻烦 就是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摆一下 虹光可能主张退市 那黑方这时候正常有一僵 对 他也很难受 因为你电炮的话 黑方有一个G1平4 绝杀 那你不是这个马四进五 还有这个马三进五 对 还有这个东西 偷视 对 这事项都不好调整 对 所以说呢 大家看到了 这个棋呢 就是说 作为红方来讲呢 由于左翼啊 太空了 这个两个炮啊 防守的位置不到 所以他就是 这个局面发展下戏啊 也很难守合 因为你又少市又少足 对 所以说红方呢 就是前边呢 就是我说那个 应该早一点这个 就先把鞭冰挺起来 对 先暂时不让红方 对方这个轻松的吃掉这个鞭 对 他实际上呢 这个时候走炮酒精武打出去了 他想先把对方鞭毒消灭了再说吧 嗯 G5平1走 这也没办法 炮鞭酒是一个先手 对 但是没有用 他G1平2以后 你就没有先手了 这个杀棋 这个没办法不好解了 对 你平炮也来不及 平炮他炮酒平5 你退体炮他下底鞭 你正好没有子能够守住 这个巡护鞭过不来 正好是马口 所以红方只好把事项打碎 15斤6 对 对方炮酒平5一降 你看郑文彤这个地方 他走得很细腻啊 如果他先鞭江吃吃的话 红方还有鞭二平七的这个 这个马位也不见得好 对 所以他先江 那红方只能够 这个逃向 逃向呢 如果你下底鞭 他可以鞭二平七 对 拉住你鞭马 吃个像反而不好 对 黑方鞭二平四 他这鞭是高位鞭 对 等于下部鞭吃四是杀棋 这红方没办法 只能先退炮看上 对 如果你退鞭看 对方可以拔中炮 拔中炮呢 鞭有抽僵 红方也听不住 他炮的一段暂时是看住了 但是黑方呢 这个孕子也很精妙 对 他先马三退四一走 这个棋呢 妙在哪呢 就是让你这个市呢 防不胜防 你退局保 黑方可以马四进二 对 所以说红方呢 尽管目前为止是巨双炮 大子一个也不少 但是由于黑方这个位置太好了 红方这个视像啊 补不起来了 就等于是一个空门 这个局面是很难防守 对 所以他走了 他走的也比较顽强嘛 他就二退一 黑方 马四进二 对 然后他开始走炮就平六 这个其实暂时呢 这个炮呢 是能看住这个势 对 你蹬了的话 就可以打回来 但是黑方呢 这个枪口一转 对 居四平三 把这个像呢 带将捉死了 对 这个像呢 这个不好逃 这视像都分散了 只能先出将 你上将的话 你去他点一将 对 又一将 对 这时候 这黑方走的真的是非常好 炮瓶四一将 对 这你要落势 他可以吃两个 你要落势 他就把你像一吃 你只能上帅 他就马二退三 马二退三 这个期他也不着急 下个期再退炮 再拔居 这个期就说红方呢 也顶不住 对 所以黑方这个孕子呢 非常到位 红方很无奈 近帅 黑方 拘 砍象一将 带将持 将两军 对 他再点一将 他走的都很到位 对 然后他在高拘吃炮 对 这个很巧 你不能吃炮 吃炮他马二退三 把你拘抽掉 嗯 红方呢 只能逃炮 然后他 再将 拘一将 红方也只能飞象 对 再跳马将 红方也只能上帅 对 这个时候呢 记录就没有了 这个期其实黑方呢 也比较简单了 对 炮子平二也可以 炮子平五 较将呢 对 这个将也很厉害 对 出将以后 这个炮就 如果你回一下 他炮我平二 对 平炮 这个杀棋了 连续的这个闪将 那这个期走到这儿呢 最终呢 黑方呢 这个郑伟彤取得了胜利 应该说最后 郑伟彤呢 鞠马炮运用的 也非常的到位 最终是取得了 宝贵的这个胜利 挺军了这个决赛 那好的 观众朋友们 有关这个2015年 这个天龙例行杯的 这个个人赛的 这个情况呢 我们呢 就已经给大家呢 介绍了 差不多了 那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还有 其他比赛的精彩对局 在带给您 感谢您的收看 朋友们再见 好